这是一台Windows的旗舰平板 能够指指点点写写画画 装上键盘支架 可以变身Windows笔记本电脑 外接一台小主机 或者是一台MacBook Air 又能成为2K分辨率的便携屏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台 装置了AMD瑞人7-8840U的 三合一混合平板电脑 Minist Forum明凡v3 2020年 苹果推出新一代iPad Pro 其实它就是一台二合一的混合平板 而早在2013年 微软就推出了Surface Pro 1 Windows二合一平板 时光前行到2020年的今天 Minist Forum明凡v3 是第一台使用AMD瑞人移动低压CPU的旗舰Windows平板 也算开创了这一方面的先合 那么从明凡v3的配置和设计来看 它为二对标的竞品 可能就是 微软 880元人民币 Dale更狠 8G 256G起售价2000美金 和人民币14000 大家觉得有需求的购买者 应该选择哪一台Windows混合平板呢 Minist Forum明凡v3 装置MD Radeon 78840U 8核16线程的低压移动CPU 类置Radeon 780M核显 14寸高刷大屏 板载32G内层 1TB NVMe SSD 双USB4显示输出 Vlink显示输入 WiFi6E 这就是全套的Minist Forum明凡v3了 手写笔 支架 键盘 平板本体来了 键盘和支架先放一边 充电和显示一体的Type-C线 说明书 最大20V3.25A 65W的单口PD充电头 这就是V3的正面了 两侧是等宽 上下黑边要稍微大一点 顶部有摄像头 这是V3的背面 上部看得见左右各一个的风扇 外置摄像头 把卫生拿起来 右侧面 双USB4接口 电源开关键 电源指示灯 左侧面 音量加减键 SD卡插槽 Vlink显示输入接口 顶部是排热通风口 底部是连接磁吸键盘的触点和卡扣 重量不轻 900多克 14寸的大平板 我们进入系统 首先是MIS Forum Space 平凡自家的控制台APP 可以很方便的调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 查看配置 最好用的是这个模式选择 平板不插电的状态下 建议选择平衡模式 18瓦的功耗释放 屏幕刷新率60赫兹 APP里也可以调整亮度 当然我们喜欢使用高刷的朋友 也可以手动调整显示刷新率为165赫兹 这样看起来会更流畅一些 平板这个时候可以很流畅的播放本地8KAV视频 Youtube8KAV视频 也能流畅播放 抱着大屏幕最近是可行的 看网页高刷下肯定也是不错的 我不会画画 用不好这支笔 但这笔在靠近屏幕 没有接触屏幕的时候 会投射一个鼻影中继点 有点神奇 对了 18瓦功耗下我们跑下分 CPU-Z多核3651 单核不到300 这个性能肯定不算好啊 不过平板模式下可以理解 这样能省电 我们接上键盘 插上电源 进入性能模式下 先来单烤FPU CPU一直28瓦释放 主频3.2G 整机功耗44瓦 单烤了22分钟 时温25度的情况下 CPU最高温度74度 SSD最高温度39度 性能模式下 这个散热算是牛逼了 我们接着使用 V3平板电脑的 锐刃78840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 12分45秒 共计774秒 这个成绩刚好在 6900HX和7840HS之间 CPU-Z多线程 5822.2 单线程676.7 多线程排在了6900HX后面了 Gagbench 5多核9978 单核1885 刚好低于6900HX 但比苹果M2芯片强了不少 为什么我们要对比苹果M2呢? 要知道目前最强的iPad Pro平板 就是用了M2芯片 Gagbench 6多核11222 单核2492 多核成绩低于7840HS 高于6900HX 也比M2强了至少10% Gagbench 523 多核13371 单核1734 只比6900HX低了一点点 不过要比M2 Pro都强 更不要说M2了 Hastmark多线程 27248 单线程3940% 多线程成绩 仍然是低于7840HS 高于6900HX 还是大幅高于M2 Pro 这个表上已经看不到M2了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8840U的性能发挥 和6900HX差不多 或者说稍高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iPad Pro 是性能最强的平板的话 现在这个性能最强的平板 要叫M2 Pro V3了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367,732 CPU得分840917 我们还给这台7840HS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14,692 XX20374,377 CoreMark419,745 在CoreMark成绩上 接近42万分 仍然是比6900HS高 比7840HS低 我们先跑了3DMark测试 TimeSpy 2762 FireStrike 7788 稳定度99.2% 把3DMark测试数据 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要比标压7840HS的分数低一些 毕竟性能释放只有28W 其他家标压45W起步 高到75W 但比6900HS好一点 毕竟还是有代际的进步 接着玩游戏 低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70多帧 复杂场景60多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荒野大飘客2 120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41帧 古墓丽影暗影 1200P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36帧 英雄联盟 1200P中画质 最低110多帧 元神 1200P高画质 接近60帧 新穷铁道 120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战斗接近60帧 这就是V3 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显示接口输出 USB式接口输出 低频信号 最高支持4K144核 10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B接口 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USB式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 10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4800兆B 达到了PCIe 4.0X4的 普通入门水平 USB式接口 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B 达到了满血的 USB式接口的标准 注意 这是我们在另一 USB式接口 接入高刷显示器时候 测得的 说明两个USB接口芯片是独立的 没有接用性问题 Wi-Fi测试 Intel X210 Wi-Fi6E无线网卡 跑上到6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普通的水平 Minist Forum 明凡 V3 装置了锐人器 8840U CPU 性能模式下 CPU长时 28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最高功耗 没有超过60W 待机最高功耗 11.5W 按上面这个结果 咱们65W的PD电源 能够应付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5.9度 SSD待机温度26度 V3平板电脑 CPU压力测试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38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34分贝 V3作为一个便携显示器的时候 必须关机 而且只能使用Type-C线 连接主机和平板的V-Link接口 输入DP信号 不能接入另外一侧的USB-4接口 此时触摸板和键盘是可以用的 不过显示刷新率只有60Hz 而且屏幕不能触控了 如果外接主机是Windows操作系统 那么显示比例与视频播放显示比例都很正常 我们也测试了外接MacBook Air MacBook Modern输出2560x1440的分辨率 2560x1440分辨率 标准的2K分辨率 Milis Forza V3装置AMD RAN78840U 移动低压CPU 性能模式下28W的性能释放 已经是目前平板的最强性能 大大超过了苹果的M2 双USB4以及V-Link 满足了显示输出和输入的需求 虽然Windows系统在平板里不那么较好 在商业和专业市场上 Windows平板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总结一下 这台Milis Forza V3 是目前Windows平板的佼佼者 性能强大 散热 静音 做工 都很优秀 Space软件也很好用 Milis Forza V3 给我另一个感触很深的是 它是和Surface Pro X 还有Dare的7350同类机器 站在相同的竞争跑道上 同场竞技 不管是商务和专业使用这个细分市场 还是面对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Milis Forza V3都有很好的性价比 有非常不熟的竞争力 我也理解很多朋友 喜欢得到更便宜的锐人混合平板 毕竟在中国这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 有很多细分需求 汇和将汇充分得到满足 也希望Milis Forza V4的民凡能够退出 满足他们需求的更有性价比的产品 无论如何 这个倾洒了很多人汗血的产品 终于成功上市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相对于竞品 它有更好的性价比 更多的功能 优质的做工 优质的散热精英 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产品 值得向所有有混合平板 这方面需求的商务及专业人士推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